拉開布幕 國民黨公佈競選logo 總統參選人韓國瑜親自解說 圖上國旗顏色紅白藍 設計的英文字母up 包圍臺灣還有穿雲件 希望臺灣安全 人民有錢 我們把這些希望 臺灣人的期待 我們通通把它融入在我們這個logo 韓國瑜公佈logo拼選戰 副首帳善政折上廣播 對於長康出爐的國民黨 不分區提名名單 批評整體來說 無法符合社會期待 尤其黨主席吳敦義 致列第十安全名單 國政顧問團的反應是高比例失望 為了避免拖累總統選情 主張不分區要和總統選舉切割 大家的共識都是說 排第十五名最漂亮 覺得說這個是表現他的氣度 如果說韓國瑜不能進到總統府 你立法院那邊即使過半了 其實也是假的 對 所以我跟我們國政顧問團成員說 我們就等於說總統選舉跟不分區 這個我們就把它切割 張院長本身是無黨籍 對於政黨政治的運作 他未必這麼的熟悉 而且他長期是在科技界 產官學這裡面 他幾十年經營在這裡 並沒有涉入政黨政治太深 所以我等一下會跟他溝通一下 張善政的切割說韓國瑜忙著替他緩夾 對於張善政對外呼籲政黨票投給民眾黨的說法也讓國民黨捏了把冷汗 我說他們如果不分區真的投不下去給國民黨的話 不要投給民進黨 重點是不要給民進黨 擔心被外界放大解釋 不只張善政日記說明 韓國瑜進行辦公室也急著澄清 張善政的用意是安慰國政顧問團的成員 不要氣餒 重點在於下架民進黨 也不要讓民進黨在國會議黨獨大 也是新聞綜合報導